那感謝 那我們再請下一組是 這個拉人更輕鬆跟基礎鬆 那再請Peter準備 那你直播我要幫你按嗎 可以嗎 好 可以 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是 等一下 好 在上次大鬆的時候 應該說在上次大鬆之前 就是由拉人更輕鬆 青世代的夥伴們 就是有提出了關於 G0V官方網站的 很多的改版的計畫 那經歷了兩次基礎鬆 不對 一次基礎鬆 對 因為上次沒有 最後沒辦 所以反正就經歷了一些時間之後 目前有一個 滿大幅度的對於內容調動之後的一個版本 這樣 那這個連結大家可以在今天的共筆上面會有 所以大家可以上去看一下 就是社群首頁就是一個大家共同 上面會存放大家共同發布的一些內容 所以我們在之前的 之前討論中加入了滿多可以由社群共同新增內容的部分 包括像社群九分鐘是每個月會有一篇共筆 他已經沒有更新了 這是 好 就是他理論上每個月會有一篇共筆 去記錄當月發生的一些事情 但沒有人寫 所以現在 10月還沒寫 是10月還沒寫吧 所以沒有更新上去 好 所以反正會有人寫 好 然後除了這個之外還有社群的心得分享的頁面 那個目前也還在製作中 就是之後會希望在官方網站上面會有一個介面 是大家可以去發布自己的心得 那最主要這個版本的網站最主要是 大家目前之前有做過一些調查 然後普遍都認為 大家可以比較一下現在的首頁 就是g0v.tw和改版後的首頁 就是現在的首頁其實你點進去就是 往上滑 可能要滑個一分鐘才看得完的內容這樣 沒有 一分鐘看不完 但是就是會非常非常長的內容 所以我們把內容做 把很多重複的內容做整病 然後或是開成新的分頁 整合進新的分頁這樣 所以就是 今天就是希望大家可以來 一起看一下這個新版的首頁 然後 對 其實每個分頁裡面幾乎都有調整 然後就歡迎大家來找我們討論 那歡迎給我們意見 如果沒有任何人有意見 今天就把這個版本deploy上去這樣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我們再見Peter 好 謝謝